讲神通有三个 第一个是神 为成空行 犹如飞鸟 他到哪里去 心里想到什么地方 已经到达了 不需要任何交通工具 为什么 他没有这物质的身体 没有障碍 完全是一念 一切乏从心相顺 在大臣经上 佛常说的 第二个呢 圣解通 为极远方 作意思维 便能俗智 前面是真的 他能表演飞行 身体能飞到空中 第二种的时候 他念头想到哪里 他就到了哪里 想极乐世界 他已经到极乐世界了 在这个地球上 我们住在亚洲 他想到欧洲 他身就到了 想到哪里 他就到了哪里 而且 下面有第三 意识通 为极远方 举行原始 身皆能道 这三种意识 这三种意思 都市 六道众生 无法想象 不但 他能回到过去 他也能进入到未来 在他这个境界里头 社防三世 没有了 所以空间维持 全都破了 空间维持 从哪里来的 我们就明白了 从分别知之来的 那菩萨没有分别 没有知识 所以这些障碍 全都不见了 下面 有大论院 大论 大知读论 如意通 有三种 能道 能变 神如意 能道里面有四种 这个转变 就是变化 小说里头说 孙悟空 七十二变 七十二变 太少了 这些菩萨们 他们的转变 无量无边 无穷无尽 他什么都能变 神如意 真的是 趁心如意 我们看底下有 有解释 能道 有四种 神能费心 如鸟无碍 第二个 以语言领尽 不亡而斗 我们 想到北京去 他能够把北京 移到你面前 你已经在 人已经在北京 不要动 起步 你已经到达了 那这第二种 第三种呢 能此处没 彼此处 在这个地方 不见了 想到的地方 那个地方出现了 海贤老和尚 勇斯基里头 有一段 说到老德 法斯 老德法斯 是非常老实人 非常虔诚人 虔诚人 他过世了 死了两年了 居然有人 在汉口 武汉那边 汉口 遇到他 他还是老样子 背个带子 这家乡人 遇到了 你怎么在这里 干什么 化缘呢 他说要不要 跟我一起回去 我再过几天回去 这些人回到家乡 也问 老德和尚 往生两年 你看 两年了 那你埋在那个地方 汉口出现了 此处莫 彼处处 而且不同的时间 这是神祖通 第四节的 一年能知 无论距离多远 无论过去未来 他念头一动 他就能到 就到他 转变 大能做小 小能做大 一能做多 多能做矣 种种诸无 皆能转变 这里头还有诸杰说 外道被 转变了 急久 不过七日 他也能变 但是他变的时候 最长 不超过七天 祝福 及弟子 专变自在 无有究竟 真正是称心如意 神如意 神如意 六成中 不可爱 不进物 能观 灵尽 可爱的进物呢 能观 灵不尽 是 神如意 法 为佛 多有 这个佛 这个佛里头 应该包括 法神 菩萨 法神 菩萨 明心 见心 见心 成佛 应该 他们 都有 神 神 祝祖 真的是 随心 所欲 能变大 能变小 能变小 可以 静如意 微尘 能变大 献大神 会让你感觉到 这人头顶在天上 脚踩着大地 头在天上 虽然高 比喜马拉雅山 还要高 你看得很清楚 你不会看到模糊 轻轻素素 有这个作用 这种能力 到极乐世界 就统统俱促 这是现在人家的 是扩瘦 扩瘦 扩瘦做不到 扩瘦要到 外太空去探测 还要用交通工具 这种交通工具 也很围脆 不安全 哪有神通来的 实在 灯录月球 太空船 还得要好几天 才能飞到 这个神通 一念之间 它就到达了 你说多自在 太阳 温度 温度太高 它到里面去 没事 没感觉 感觉的清凉 自在 这都是神祖 通 所限 有这个能力 才能够真正 帮助众生 没有这个能力 做不到 所以 心有余儿 力不足 要智慧 要神通 才能够 普度 众生 阿 祢 佛 阿 祢 佛 阿 阿 祢 祢 佛 阿 阿